阿巴亥被逼殉葬的历史真相,并非努尔哈赤太爱他,而是真的不能留。 大家好,欢迎您关注繁华五千年,世界太拥挤,心里太空虚,城市的喧闹,失踪不属于自己,想到你,心里就会充实,愿订阅年书的朋友幸福平安,快乐每一天。 新来的宝贝们没点关注的,请点一下关注,点关注,不迷路,喜欢的请给年书双击订阅哦,感谢了。 接下来,年书也会好好努力,请大家双击订阅谢谢,好人一生平安。 电视剧《笑装历史》中,多尔滚的母亲阿巴亥在清太祖努尔哈赤甲崩后,被皇太极等人以殉葬为由,用弓弦活活勒死。 这个情节参考了民间传闻和野史,努尔哈赤想传位给幼子多尔滚,但皇太极联合戴善其他贝勒,逼死阿巴亥夺取继位资格。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?被勒死的说法,正史上并没有确凿的记载,所以缺乏可信度,民间传闻和野史可能夸大或虚构部分情节。 从皇太极即位新大汉后与阿巴亥三个儿子,即多尔滚等三人的相处模式来看,阿巴亥并非皇太极为了夺权而逼死,极有可能是努尔哈赤留下一兆逼其殉葬的。 从皇太极在执政期间对多尔滚三人的态度来看,如果他逼死了阿巴亥,心机深沉的他应该斩草除根,而不是重用这三人。 如果努尔哈赤死前真的想过让多尔滚继任,皇太极在即位后首先要除掉的威胁就是多尔滚,就算不明正言顺地弄死,也会尽量打压甚至罢免其其主之位。 皇太极在位期间对多尔滚维以重任多番提拔,对多尔滚的亲厚程度可见一斑,二人可谓是胸有帝公。 崇德元年时,皇太极称帝,地位更加稳固,说一不二,这时的他加封多尔滚维和朔瑞亲王。 这个亲王地位如何? 和朔瑞亲王之上,仅有李亲王和郑亲王,这两位的身份地位在努尔哈赤在世时十分显赫,又是拥护皇太极上位的贝勒,被皇太极重视理所当然。 多尔滚在皇太极上位前,仅十四岁,与戴善等四大贝勒根不可同日而语,但皇太极后授予他仅次于戴善和基尔哈朗的地位,十分器重。 和朔瑞亲王也代表着百官之中的第三位,并且多尔滚当时还是主管着六部之首的吏部。 正白其其主,如果皇太极真的逼死了阿巴赫,那么绝不会让多尔滚掌握太多实权和兵权。 皇太极弃重多尔滚,那么多尔滚对皇太极是否忠诚呢? 皇太极在位期间,多尔滚和阿几格,多多三兄弟从行为上体现了对这位统治者的认同与臣服。 多尔滚曾奉皇太极之命带兵讨伐蒙古查哈尔布林丹汉残余的部落, 此战不仅获胜,多尔滚更有意外之喜。 林丹汉部手上握有一枚精致的玉玺,据说是失踪两百多年的传国玉玺,多尔滚夺得玉玺后,便将其送到皇太极面前。 如果多尔滚为了隐藏锋芒,所以现玉玺获取皇太极的信任,但皇太极死后。 多尔滚全力达到巅峰,成为呼风唤雨的摄政王,与皇位近在咫尺, 曾跃全将阿巴亥追尊为列宫敏县哲人和赞天立圣武皇后,但却未对殉藏遗诏有过意义。 由此可以佐证,阿巴亥殉藏是努尔哈赤的想法,连权势滔天的摄政王多尔滚也不敢质疑。 既然阿巴亥不是皇太极逼死,那作为最受宠的大妃,即当时的皇后,且育有三子,努尔哈赤为何一定要阿巴亥殉藏? 从阿巴亥人生中重要的三个事件,可以推断出他非死不可的原因。 阿巴亥十二岁那年,叔父不占泰为了巩固与努尔哈赤的关系,逼迫他嫁给年长三十一岁的努尔哈赤,一开始他根本不喜欢这个糟老头子。 但美女如云的汉王宫中,聪慧的阿巴亥立刻意识到得宠的重要性,他在两年内便以风姿貌美,颇有畸变的优势得到了努尔哈赤的喜爱。 第三任大妃蒙古病逝后,努尔哈赤处乎所有人意料,策利年仅十四岁的阿巴亥为第四任大妃,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有谋略有想法,对努尔哈赤有注意,被努尔哈赤称赞为颇有畸变。 就不仅仅是小聪明那么简单,不难猜出阿巴亥在某些事情的想法上跟努尔哈赤是不谋而合的,甚至他提成的某些建议可能帮努尔哈赤解决了一些国事上的烦恼。 在某种程度上,努尔哈赤和阿巴亥既是夫妻,又是合作伙伴,虽然不明显,但是阿巴亥在此时应该已经显露了一定的才干和谋略。 他手断了德,将后宫治理德井井有条,尽职尽责,甚至被允许出席政治正式场合,同时为努尔哈赤诞下三个儿子,第十二子阿基格,以及我们熟知的第十四子多尔滚和第十五子多多。 阿巴亥的能力令努尔哈赤十分欣赏,虽然努尔哈赤已经感觉出他对权势是渴望的,但是他此时更多的是宠爱大于忌惮,对其三个儿子的宠爱也毫不遮掩。 那后面发生了什么?让努尔哈赤对这位宠爱了二十五年的大妃,动了殉葬的杀心呢? 努尔哈赤十分宠爱阿巴亥及其三个儿子,所以曾早早地为阿巴亥后路做好了打算,后金素有,收集婚习俗,二十几岁的阿巴亥可以在努尔哈赤逝世后嫁于新大汉作妃。 此时黄次子戴善是努尔哈赤制定的继承人。 努尔哈赤也曾亲口对戴善说过,自己死后将会阿巴亥和其儿子们交由戴善照顾。 这话其中的深层含义,阿巴亥等人自然心知肚明,只是阿巴亥太急躁了。 面对逐渐年迈的丈夫和未来的新大汉戴善,聪明的阿巴亥做了一件蠢事,让努尔哈赤第一次动了杀心。 不知是为了提前攀附新大汉,还是为了拉拢党羽,为儿子当上新大汉作谋划,阿巴亥提前向戴善和当时四大贝勒之一的黄太极示好。 阿巴亥私下里多次向戴善和黄太极赠送食物。 且与戴善来往密切,关系非比寻常,甚至在深夜试金配猪,紧断装扮,准备了美酒佳肴,悄悄出宫与戴善优惠密谈。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,不久后阿巴亥与戴善的不寻常关系被小夫尽德因则告发,努尔哈赤派调查组彻查,得知私情属实的时候,努尔哈赤暴跳如雷,一度不相信会被妻子和儿子双双背叛。 冷静下来的努尔哈赤,考虑到了此事将会引起朝廷动荡,所以暂时压下,并未真正废除或处死打飞,只是命阿巴亥迁居宫外,暂未对戴善做任何处置。 虽然未作严厉处罚,但努尔哈赤已得知阿巴亥的筹谋和野心,当他站在自己这边时,他是很好的助力,可是他的才能也随时会为别人所用,成为刺向自己的一把利刃。 虽然不久后,阿巴亥被努尔哈赤接回宫,继续坐在大妃宝座上,但阿巴亥和戴善在努尔哈赤心中地位已今非昔比。 大贝勒戴善失去了继承人的资格,与大妃阿巴亥偷经一世,成为身扎在努尔哈赤心里的刺,拔不掉忘不掉,阿巴亥这世暴露的野心,是努尔哈赤日后宁其殉葬的伏笔。 阿巴亥私交戴善,此举是否是为儿子铺路呢?有可能,但是从当时的义政制度来看,他更想拉拢戴善寻找可依靠的势力。 努尔哈赤曾立下巴赫朔贝勒共治国政制度,也称巴王共治,简单来说,就是努尔哈赤封其八个子之为巴赫朔贝勒,每人分发八旗兵权,彼此相互制衡,上一国是共同治理朝廷的制度。 有人必八家分养之,土地必八家分拒之,巴赫朔贝勒的权力不言而喻,且根据清太祖实录记载。 而巴赫朔贝勒内则其能受贱而有得者。 四镇登大位,若不能受贱,所行非善,更则善者利焉。 这意味着,巴赫朔贝勒不仅可以治理国家,甚至有确立新大汉的权力,他们才是朝廷的权力中心和化石人。 戴赫是四大贝勒之首,又是努尔哈赤和朝臣心目中下一任新大汉,提前依附他,并拉拢皇太极。 阿巴赫且不被努尔哈赤发现的话,可谓颇有先见之名。 但努尔哈赤作为大汉,政治敏锐度无人出其右,从阿巴赫与戴赫的私情暴露后,必然洞悉了阿巴赫的想法。 作为巴赫朔贝勒共治国政的设立者。 努尔哈赤身之阿巴赫真的与戴赫勾结,与四大贝勒捆绑在一起,加上大妃的身份和他的才能,自己身死后必会在朝堂上引起动乱。 从他的眼里,与戴善、偷情或许不是大罪,但是阿巴赫想动摇他的政权和推行的巴赫朔贝勒共治国政制度,才是触犯了他的逆临。 从那时起,阿巴赫殉葬的结局似乎早已注定。 天明十一年年初,努尔哈赤亲自率领巴奇二十万大军出征,讨伐明朝,不想在围攻宁远城时被原重换打败,损兵折驾。 惨败后,努尔哈赤身心受创,旧病复发,在后面的战争中频频碰壁,讨伐明朝的计划被迫终止。 同年八月,努尔哈赤折回沈阳,并重卧床,特令大妃阿巴赫前来照顾,民间有野史传闻,努尔哈赤临终前表示想立第十四子多尔滚为新大汉,所以才将阿巴赫接到身边,可惜病入膏肓,未能做好周全安排。 当时情境到底如何,我们不得而知,但根据《青史稿》中记载,努尔哈赤临终前留下一兆,似无忠,必令知讯。 可见即使是努尔哈赤临终前顾念于阿巴赫二十多年的感情,将其接到身边,但政权仍是他最重视的东西,对于有可能颠覆巴赫朔贝勒共治国政制度的阿巴赫,必死不可。 于是,在努尔哈赤去世后,大妃阿巴赫在四大贝勒的见证下着华府,恳求其照顾亲子后,平静就死,长眠于地下。 随后,黄太极经由巴赫朔贝勒推举,继任后金大汉,开启新的时代。 对此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呢?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年书讨论吧。 最后的最后,亲戚朋友们,别忘了双击加关注,爱你们哦。